酥脆便嘟 大家好 我是半职人妻 日本四季变化明顯 適逢初秋的紅葉季節 今次選了一條既有美景等 又多美食的日本線路 由香港直飛日本名古屋大約要4個小時 非名古屋的航空公司既有連航 亦有傳統的航空公司 久不久都會做一下推廣 不妨留意一下 星龍道其實不是一個地方名 而是指日本中部及不禄地區 今次的旅程我會以名古屋作為出入口 短暫停留一晚之後 就乘JR火車前往今集停留兩晚 然後就乘巴士去有如童話世界這麼美的白川鄉逗留半天 再由白川鄉乘巴士去高山煮一晚 食非堂牛燒肉和浸溫泉 第二天再進入被譽為神之故鄉的上高地 行山兼看五彩紅葉景再入住小木屋 最後由上高地回到名古屋 結束七日六夜的星龍道之旅 你好 我們到了名古屋機場了 現在準備買車票搭電車去名古屋 由機場出名古屋市區 搭名鐵是最方便的方法 這裡大部份開出的列車都會經名古屋站 我們選了最經濟的自由值特級車子 車費每人890日圓 自由值的車卡就像平常我們搭港鐵一樣 繁忙時間都會蠻逼人 由機場搭到名古屋站大約有十幾個站 需時大約50分鐘 我們到了名古屋站 現在出去 去我們酒店 名古屋車站是名古屋最主要的交通樞樓 名鐵、JR、新幹線等等都會在這裡轉車 所以這裡的人潮無時無刻都欺來讓往 我們住的酒店要穿過JR車站 再過對面馬路走一個街口才到 附近購物食肆的選擇也非常多 這間酒店定位為商務旅館 設計簡約 第一晚我們入住較高樓層的景觀房 2305 剛剛check in 了這裡的房間 這裡比我想像中小了一點 除了床和站的空間之外 基本上就沒有其他空間了 但這裡有一件最最最最最最吸引的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夜景啦 很美的夜景 你看看 橋教的燈光光暗 教了暗後 看夜景就特別漂亮了 房間設計貫徹商務旅館 簡約降臉的風格 桌面放了一部tablet 用來瀏覽酒店資訊 同時亦提供手機充電線 保險箱 迷你雪櫃 空氣清新機給住客使用 我最滿意他們的洗手間 大小適中 臨浴間採用乾濕分離的設計 除了浴缸 還有日本人喜愛坐著洗澡的空間 Check in 完稍微休息一會 又到了晚餐時間 我們去了附近明鐵百貨九樓 Maluya 本店 吃下其中一樣名古屋的名物 三吃鰻魚飯 這裡的鰻魚飯非常出名 套餐除了鰻魚飯本體之外 還附有預食和三食的配料 三排經炭烤燒香的鰻魚 鋪滿了飯面 下面的鰻魚飯 也沾滿香噴噴的鰻魚汁 餐廳貼心感 附有中英介紹三種鰻魚飯的食法 三種食法 第一種就是 搓在碗上吃鰻魚加飯 第二種就是鰻魚飯加蔥花 第三種就是鰻魚飯加茶 我現在先試第一種 鰻魚飯加蔥花 是偏薄的 所以 有很香的燒香味 反而不是很多汁 有一點焦焦的香 第二種食法 是搬入蔥花、紫蘇葉和紫菜一起吃 紫蘇葉的味道比較清新 還有一種清新搭濃味的飯 平衡濃味的飯 第三種食法 是加入茶湯 茶湯飯有暖胃的感覺 其實蔥餡魚有些鰻魚味 我也是喜歡就這樣吃好一點 我想像中有一點落差 因為我想像中是以為是厚片的鰻魚 但這裏是薄片的 情況就好像厚像牛肉和薄像牛肉一樣 各有所好 但我自己喜歡吃厚片多些 第二天我們check out了酒店 就去JR站購買由名古屋前往金澤的車票 售票哥哥說指定席已經受氣 只是買到自由席的車票 因為我們的座位是自由席 除了要跟回地下指示排隊上車之外 人多還有機會無位坐 幸好名古屋是始發站 要找位不難 不過這輛車沒有行李空間 我的28寸行李要放在兩行座位之間 大家要注意了 我們的車叫白露號 由名古屋開出 以今集為終點站 這輛車去到米園站 忽然之間很多人上車 以及椅子要轉向方向 現在多人到 有些人沒有位坐要站 白露號每天只有8班車 車程總共要3小時 車上可以吃下小食上網 時間很容易打發 我們經過了3小時的車 現在到了今集了 我們現在去找酒店 我們用了一程車的時間 由中部去到北陸地區 今集位於石川縣 是北陸地方最大的城市 曾經是小京都之一 下一集再帶大家細味今集 下集會介紹一間地理位置超好的酒店 走金箔種地東茶屋街 還會去近江丁市場 大拆海鮮魚山和松葉蟹放看 當然不少得還有話題景點 現代美術館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讚好和留言表示支持 免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和Facebook專頁 就可以獲得最新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